长大之后,总想复制美好背后的理由 可那些值得动容的镜头 都是充满爱意的无心插柳 大家好,这里是想喝橙汁的咔咔 日向传里布置的那个小作业有去查吗? 影山的生日12月22日是冬至日 也就是一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 飞熊这个名字有飞翔的意思 在金天一和国剑的列传里 我提出熊与勇太郎的勇和国剑的鹰 可能是古管老师在设定中希望 三人平起平坐,能力伯仲之间的猜想 上周聊日向时 说到了占卜黄头男主角身上的任务 友情,努力,胜利 那么黄头男主角身边的黑头二男主 除了他们都被赋予了帅气的脸 他们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刚出生不久的影山 不知道从哪找到了姐姐梅雨的排球 如果有人过来不让她吃球 她就会露出凶狠的眼神 小时候的影山家因为父母工作繁忙 爷爷依雨会带着她和姐姐梅雨 去所直交的北川小鸟队一起玩 即便有比赛的时候没法碰球 因为喜欢体育馆的颜色和气味 飞熊也会跟着爷爷一起去球馆 升入小学后 同班的男孩放学会一起打游戏 只喜欢拍球的影山被说是格格不入 8岁时她和爷爷看AD vs BJ的比赛录像 听到一语说二传是场上碰球次数最多的位置 影山淡然的决定今生都要做二传 初中她来到县内强校北川第一 她对爷爷说有着一年级就一米八的选手 这里说的应该是金田一 还有着三年级的能跳发传球也厉害 但是不肯教她 那这男人真的很扣门诶 当影山又拿出AD vs BJ的录像带时 生病的爷爷告诉飞熊 今天就先算了吧 之后爷爷离开人世 影山在球队内被大家孤立 随后百鸟泽的入学考试也落榜 这里所有的镜头 飞熊都是一个人 而无论是爷爷的葬礼 还是偷学击穿车的发球 影山的表情里都是一种平静的状态 以下的部分是我结合剧情的主观推测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而姐姐大影山比较多 导致影山平日在家里 就很少有与人交流的机会 所以当被鸡川拒绝 以及被爷爷说今天先不看录像时 影山都是默不作声地赞同 后者当然是影山知道爷爷不舒服 但对于前者 如果影山像日相一样 稍微拍一下鸡川的马屁 大概这个人 就会假装很不情愿地交影山了吧 不过因为在家庭里 影山没有撒娇的经历 所以他以为自己又像小学时 被他人觉得格格不入 而这类事情如果放在大部分的一般家庭 男孩会和爸爸妈妈说自己遇到了什么事 父母也会开导他要如何与人交流 影山的镜头里 他是看着爷爷如何开导放弃排球的美语 看着鸡川车如何发球 既然不被人喜欢 那就不给你添麻烦吧 出生在严东的摩羯座男孩 被认为有强大的忍耐力 卡卡觉得 我们只是物欲比较低 但对爱上的东西会全情全力地投入 只要不把所爱之物夺走 其他的事情 与其说是忍耐 不如说是真的不在意 就像影山对天童说的 只有无法打排球 对我来说才是绝望 孤独确实是一种磨损人心的慢性毒药 可对摩羯男孩来说 无意义的狂欢更是剧毒 所以被同学排斥 被队友不理解 没有被白鸟则发奖学金 这对于外人眼里是天才的影山都不重要 人缘好的天中 午休时大家都会嘲笑 甚至同学会过来画他的脸 日向初中在班级 会被同学围着说是不是加入了女排 高中时也会有同学来问他在排球部的角色 但是影山在午休时 周围没有一个人看着他 午餐后偷看日向练习排球 喝着牛奶的影山身边 只有自己 只要还能打排球 那黑色的夜空就是淡淡的晴天 一如影山飞熊的表情 直到某天他在屋野的球馆 一如往常自己练习着跳发时 被一个蜜干人打破了宁静 那个没有发出去的球砸了他的脑袋 影山飞熊的世界线也就此改变了 彼此还不熟悉的一年集四人组 月岛出于习惯 塞前来嘲讽影山 认为初中事件是自己责任的影山生气了 但习惯了没人真的理解自己 他松开了月岛的衣领 当月亮追着嘲讽时 太阳从黑夜中生气 影山的世界 第一次有人替他说话 哪怕日向这时候也根本不了解影山 在影山知道月岛这人只是嘴臭之后 每当月岛再叫他国王时 影山也就在心里气气 不会再说什么了 但每一次日向都会站出来替影山出头 很多小伙伴都善意地认为影山情商不高 影山回报日向的方式也确实笨拙 看到日向冲井旭的高度和力量时 他对乌野的毕业生们说 下一次我还会把球传给他 日向借用影山给他的翅膀 一脸悲伤地扣下那一球后 飞熊告诉祥阳 有我在 你就是最强的 道合其台柱子公佑带着好奇心来时 影山也会直白地对他说 这人虽然不太行 但是也还行吧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日向 影山发自内心羡慕思杂在场上的状态 球技是可以偷学的 可是洞悉人心是一种社交经验 袁夏告诉影山 与队友交好不是改变自己 而是可以让自己之后的传球更懂同伴 于是影山笨拙地露出发自肺腑的微笑 等到袁夏第一次接替大帝登场时 影山平静地请示下任队长自己接下来的战术 能被影山认可 那是多么大的信任啊 大帝在见到影山时说 我的目标是去往全国大赛 影山一开始还会发出质疑 但在了解大忌的决心后 他就变得非常尊重大帝了 比如当他尊敬地纳着男人 对他现在的学长放狠话时 影山手足无措 想要帮两边都圆场子 也是为难着没啥社交经验的孩子了 乌野的每个人能遇到彼此都是他们的福气 影山也不例外 双男主的日向作为明线 肩负着排球技巧 从落到墙的任务 飞熊是设定上球技的巅峰 所以顾管老师给他的关爱 就是让他在球队里感受童年缺失的交流 在这个家庭里 有他尊敬的父亲 有他想学习温柔待人的妈妈 有欣赏他完美传球的姐姐 有互相伴嘴竞争的兄弟 有和他一样是天才的哥哥 也有关照他的大哥 田中关照着日向影山 所以当拿着球管钥匙的田中 让他叫前辈时 影山跟着旁边的日向 一起喊着田中前辈 这次他没有被拒绝 田中看到月岛嘲讽影山 想去帮忙时 大递一个眼色告诉大哥 这是他们小孩子的事 让他们自己处理 影山被村花欺负时 妈妈赶紧站出来挡在他身前 然后把接力棒交给飞熊 告诉他 我们是一个家庭 每一位成员都会帮你分担压力 锻炼归来的影山 冲着息鼓大喊 挡位置了 同样是天才的哥哥 反应过味来 立刻认同了他的说法 根本没有记仇 柔弱的姐姐 是受他关照最多的人 当影山给旭 无事先交流 传出那个位置完美的 让他可以在空中 利用滞空扣球的传球时 旭心想 真的好羡慕 之后还能和影山打球的队友 影山回报父亲进军全国的诺言 回报给凡人王牌的大哥 最重要的信任 回报给与他伴嘴的跃倒 再努力一点的成长 回报给姐姐 妈妈娇着的传球 公佑传里 我曾比喻乌野对影山 进行了补玩计划 曾经的影山 连和自己想交朋友的 金天一和国剑 都不知道要如何交流 而当从乌野离开 独自背上行囊 去国家队视讯时 笨拙的影山 已经能和各种这样的人交流了 高大的山峰 将他的世界分成两面 在阴影方向的飞雄 习惯了别人的误解和非议 只要手里还有拍球 哪怕刮风下雨 他都不觉得是坏天气 对于天才影山来说 乌野这个小池塘 没法让他的球技变得更好 可正是这三年的经历 让影山明白 生活不止拍球和牛奶 原来晴天与温暖 才是一个人的好天气 所以他放下了手里正在签名的笔 那本来是他应该去完成的工作 金天一 国剑 有机会 我们再去打拍球吧 这次 他想叫上自己的好朋友 带他们来家里坐坐 影山依然活在只有自己的二船王国 他也知道 自己冰冷的心 可能会冻伤他人 所以他小心地躲在黑暗里 以为孤独是一方触世的良药 某天 那不起眼的小小太阳 越过高耸的孤山 原来 黑夜的暗 才不是影子 阳光洒在山峰之巅 映出 原野 田间的光影 这才是我的好天气吗 他温柔的笑笑 影山与日向的序章 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喜欢的小伙伴 还请点个赞支持一下 当然 充电的话就更感激不尽了 至此 百鸟泽 青城 与乌野的年轻组合三大列传 我就讲完了 而日向和影山 我没有太过多的讲他们赛场的故事 更多的是先铺垫描述一下 他们的性格部分 日向影山的材料整理 也确实对我消耗有些大 播放的数据不咋地 我也已经习惯了 为了生活 接下来的两周 卡卡我接了些别的工作要忙 小拍球会先暂时放一放 也许会有许久没更新的 真电台节目 也许会有接手外包的工作里 一些边角料的视频 下期也请记得回来见我哟 拜拜